亲爱的小朋友,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世界宇宙何其的浩瀚 哪里是上帝要祝福我们的地方呢? 今天我们去思想诗篇第87篇 这边提到了上帝力量根基在哪里?在圣山 就是整个世界这么的浩瀚 而上帝拣选的 是他所分别出来给以色列的这一块地图 以色列从过去到现在 这个地方被神所拣选 而在以色列中 他有爱西安的门 胜于爱亚各一切的住处 神拣选西安就是耶路撒冷 而神拣选这个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这个地方成为神的城 有荣耀的事 指着你说 因为神在这个地方建立了荣耀的圣殿 让人在其中能够认识神 而圣殿中不但是选民认识神 我们更看到许多外邦人 拉哈勃 巴比伦 菲利士 推罗 古时人 各个身在那里 各个身在那里 在索罗门的时代 我们看到十八女王起来见索罗门 让外邦能够看见神的荣耀 而到了新约我们更看到 救人不是指给犹太人 以色列人 在彼得的意象中 虚多多在过去看来不洁净的 神说是可以吃的 意思是万民要归向神 神说第二章 神在建立教会的时候 让每个人能够用自己的语言 来敬拜神 来认识神 是的 神期待建立教会 透过教会 让人认识神 认识救恩 认识神奇妙伟大的工作 让我们在当中高兴跳舞 来敬拜我们的神 就像药姐提到了 我要提到 拉哈勃 就是埃及 和巴比伦人 是在认识我之人的 之中的 哇 这些过去是 以色列人的敌人 如今是认识神 成为神的子民 不论是强权 埃及 巴比伦 以及 以色列长期来的 非力士人 他们的敌人 泰尔是海上贸易 商业大国 故事是遥远的人 哥哥生在那里 当耶华记录万民的时候 这一个经文在里面中一本翻译成 永恒主在万族之名户籍策上记者 这位是神在哪里 他要点出 这一个神在哪里 我们看见神 认识每一个人 要在各民各族各方当中 都兴起他的子民来认识他 因此神祝福的地方就是教会 通过教会 要把祝福带给更多的人 我们祷告 主耶稣我们谢谢您 你拣选 设立了你所爱的城市 更是你所爱的教会 许多外邦人 能够认识神 加入西安的户籍 加入万军之夜华子民的行列 让我们勇敢的 宣扬福音 做主的见证 谢谢主 祷告奉 耶稣的名 阿们